在这个礼拜 恢复到下上课 加级市政府对6月13号 宣布国庄以后学校回学实体课程 以后到现在已经一个星期外 有很多学生欢乐在上课过程 会有团阅的风险 纷纷发起人数多年 希望暂停实体课程 加级5号联盟学生代表 已经在下课时间 在中加级市政府 帝高清晚书和教育处 理性表达学生的心思 我们这一次主要在市府前 递交这个请愿书的诉求是 我们希望在期末考前 县市可以同步 一律踩线上课程进行 对 这是我们最主要的诉求 也是我们今天站在这边的目的 那我们本次是采用请愿书的方式 一样就是我们希望 市府这边可以知道 我们高中生可以正式 理性和平的角度 来看待这件事情 然后来传达属于我们学生 这边的心声 目前其实听到蛮多的学生的声音是说 第一点当然是健康的因素 可能有包括他们在搭乘 教通运输工具的时候 他们会怕有这个感染的风险 再来就是其实有一些少数的班级 他们是有来来回回的状况 就是可能到了学校 结果马上又有人验出来 然后又必须马上回去 或者是说有一些住宿生 他们其实在学校里面 那他们可能住在学校里面 那毕竟是同一间寝室又开冷气 然后睡觉又不可能戴口罩 所以这都有可能会加重感染的风险 我有跟教育处来索取 最近几天 国中小 这个说学生确诊 跟停班的数字 他们给我提供的就是 6月20号 那一天所统计的 大概有553位 国中小的学生确诊 然后停班了有44班 相信市政委应该考量进去 让人家家这个生活圈能够同步防疫 虽然国中高节是不是要回合上口 款力交由还要来决定 自己是国中高节都是国力和数力 市政府也没关系来管理 自己市政府交由处互助丢业信信标识 对学生勇敢表达意见是很均定 市政府交由处的合作学生 从意见传代给教育报告告数 师傅这边针对高校联盟今天的诉求 我们给予肯定也谢谢指教 然后因为我们家一市政府 并没有市立的高中职学校 高中职的业务是有教育部国教署的管辖 所以我们今天会把高校联盟 他提出来的诉求 赶快送到国教署来做餐采 会议官和自己管理是共同性各样 但是只有自己指示中部 就有所宣布会合实际扣定的管理 自己还有联盟在网络联网 有6千多位学生表示 希望继续渐听实际扣定 不过是真好回应 会好上口是经过国号代表讨论之后的决定 对学生的诉求会合作传达后告数 其实就是选择彩虹报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